政府加强社会安全网 动员资源扩大医疗系统 保障国人安全 并将永远站在新加坡人这一边 聆听不同声音 并采纳合理建议的同时 政府在国家利益相关的重大课题上 会未决定负全责 澳洲疫情回谈 维多利亚洲将紧急状态 延长多六个月 香港则放宽防疫 重开健身房和按摩院 我国和韩国的快捷通道后天启动 冰岛发现当地超过九成关闭病患 康复后抗体能维持四个月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李晓龙总理说 在冠病疫情新常态下 政府必须找出实际方案 加强社会安全网 为国人尤其是年长和低收入员工 带来可持续的实质改善 而总理也再度强调 在外籍员工的课题上 政府永远站在新加坡人这一边 但我们还是需要外来人才 更不能发出新加坡 不欢迎外来人士的信息 今年是一边的营养工